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2. 中东 在富有的阿拉伯世界绝金 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以富有著称 经济发展水平和互联网渗透率均居世界前列 以阿联酋 沙特 卡塔尔 科威特 阿曼和巴林为代表的海湾六国 是中东最富有的新兴市场 也是中东出海最主要的区域 海湾六国城市化率超过90% 人均GDP到达2万美元 是中国的二倍之多 除阿曼外 其他五国互联网渗透率均在90%以上 其中阿联酋达到98% 位居世界前五 电商出海 数十家电商活跃在中东 中东是中国B2C电商企业出海最热中的区域 从市场环境看 中东是全球电商发展最快的地区 过去十年间 该地区线上销售量增长了1500% 在2018年还正保持着20%的高速增长 目前 中东地区电商销售占社会零售总额的2% 与中国近20%的渗透率差距甚远 未来市场潜力巨大 2016年是中东电商发展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 该地区电商市场还处在沉寂的状态 随着沙特打造的本地电商平台NUN建立 亚马逊收购了当地最大的平台SOAK 中东电商这潭水才开始被搅活 活跃在中东地区的出海电商有数十家 代表性的企业 Yoshin Fordel Jalichit Ramu等 这些B2C电商平台在当地发展强势 销售品类集中在服饰鞋帽 香包 家居用品等 其中Fordel和Fordelichit在2018年同时进入沙特 阿联酋电商APP下载量Top5 中东地区吸引中国电商企业出海的原因 除了宏观层面的市场潜力大 还有地域的独特性 中东地区的平均税率仅为20%左右 企业可支配利润较多 此外 当地每户平均人口超过5个 大家庭的人口结构使得电商购买力强 客单价超过100美元 中东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传统也为电商出海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受当地文化影响 女性不能独自出门 电商正发展成为他们重要的购物渠道 此外 湛月的习俗对电商影响也很大 据2018年销售数据显示 湛月期间阿联酋的电商销售增长了24% 沙特增长了15% 同时中东电商发展中福利因素有与印度市场电商情况类似中东地区的线上支付不普及80%的中东电商买家只接受获到付款的结算方式 退货率高达30% 由此导致物流成本上升 挤压了利润空间 游戏出海中东 已占中东三分之一市场份额 中国出海到中东的手游以SLG类为代表 其中苏丹的复仇在沙特走红 引起了国内游戏开发商的关注 中国出海游戏企业纷纷开始专门针对中东地区开发SLG类型游戏 如阿拉伯传奇 Invader等 游戏出海最通常的做法是语言本地化改版 中国出海厂商却深度贴合用户天好 在游戏画面中较多的使用 中东用户喜欢的黄色和绿色 女性游戏角色按照当地习俗设计蒙面造型 故事背景应用阿拉伯地区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本土化创新成为中国SLG手游成功的关键 中国出海游戏占中东地区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2018年 ATB Store和Google Play游戏畅销榜中 各有30多款中国游戏榜上有名 如下图中的Tap Fund战地风暴和野蛮时代 IGG的城堡争霸和征服时代 网易的终结者2 审判日是其中典型代表 中东地区游戏市场增速快 用户付费意愿和能力强 成为中国出海游戏商的重点关注地区 据Nzu统计 海湾六国平均游戏ARPU高达33美元 接近中国市场的水平 之前再继续